很多朋友很关心我 说上了节目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是不是赚到钱了 谁谁谁现在出场费可高了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然后我也去尝试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出场费 我就不说具体是多少数字了 我这么说吧 我是唯一一个我自己就能请得起的艺人 为数不多的几个商务活动里 我还问人家 我说你们为什么找我来 他们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 因为忽兰太贵了 就他们想请忽兰 但是请不起 他们觉得我跟忽兰长得像 就好像他们进了一种那种 艺人的销售网站 打开忽兰的购买界面 点击放到购物车 结账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 于是退回购买页面 发现下面写着一行 猜你喜欢 我之所以讲这个段子 就是在座来了好多的朋友 倘若说您的公司之后 办商务活动 办年会之类的 想请忽兰请不起的话 那你们就别办了 请个脱口球演员 还要找平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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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